我希望多用些年轻演员 基本上都是第一人选 首先是角色合适 要看客下菜 音势力道 演员是最大的 激发演员最大的潜德 他们都很努力 我们要爱护演员 先是角色适合他 我们就是需要这么年轻的脸 就是需要这样的气质 首先角色合适 你看电影就会知道它是合适的 然后来了以后呢 对他们适当的看看角色不同的要求来训练 比如说你要有动作 那你当然要训练 你没有动作 你要了解 要对剧本有所了解 这都是要提前准备的 开始 谢谢 出来 在那个剧组呢 有一个人训练的地方 对 训练过刀枪 滚棒 他从这个动作 反到这个动作 对 对 对 看着 我是摄影机 他是你的 剧织 对 对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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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Lebanon 是 毕竟是 这个角色符合的情况下 因为你是一个全球大权,当然希望是当红的,有号召力的,这些演员我还得谢谢他们,都是随叫随到,推掉了很多事情来,都是认为这是一部有意义的电影,都尽敬夜夜,他们其实是很努力的。 这是黄雾,这类是什么样子啊。 你喜欢吗? 是,它是绊色的,是,但是... 还有还有裙子,裙子下面还有裙子,我会不会看到。 其实就是讲戏的时候 因为一开始确实很紧张 当时在那里趴着我就不需要干嘛 导演向内跟我讲戏的时候 就是教我去怎样去演那个角色 去把他的那种心理给演出来 就教会了我挺多东西的 其实这部戏是我 可以说第一次和张艺谋大演合作 通过这部戏呢 让我也了解到张艺谋大演 真的是很有才华 而且很平易近人的人 经常会给我讲很多 教我去怎么演 而且非常对每个 每个细节都要求很严格 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而且很荣幸能够和张艺谋大演一起合作 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 还可以再继续合作 我常常有一句话说 我说没有不好的演员 只有不好的导演 我们如果说有一些角色 差强仁义 我觉得要怪导演吧 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如果你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的话 他们应该完成得不错的 因为你叫他来了 就是跟演员的工作是一个灵动的 是一个跟人的工作 不是一个无私版 所以你熟悉了他以后 你了解了他之后 你在旁观他 你感觉让他做一做表演的工作 然后你很快就会感觉到 他是这种类型那种类型 这样可能不行 还有你要通过摄影机来检验 他适合于这样排 不适合那样排 导演就是干对的 你要迅速做出前部成 作为你们的偶像 参演了这部电影 你们看他们在电影中的表现 他们的演艺事业还很长 他们很年轻 你们看你们的偶像在电影中 是不是挑战了自己 是不是塑造了角色 是不是很好的完成了演艺的工作 你们对他满意不满意 你们欣赏不欣赏 这些东西很重要 他们的人生道路还很长 所以我们不能对任何一个演员求全责对 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们要爱护演员 能参演对部电影 能作为就是我刚才讲的 作为一个世界大片 向全世界输出中国文化 我相信他们是光明的 他们是有这个责任 他们代表了中国人的形象 从来的那个状态 中国人的状态